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分享一款很健康的茶給大家 它就是黑杞子茶 紅杞子相信大家都聽得多 那到底黑杞子是什麼來的呢? 原來黑杞子是企科九幾屬的一種 黑杞子本身分佈在中國高海拔地區的一帶 例如西藏、青海和新疆 不說都不知道 原來黑杞子是含有很豐富的天然花青素 甚至比藍莓所含的花青素都更高 那黑杞子的食法主要是泡茶用 如果經常飲用的話 是會有精明綠、滋補肝神、養血安神和抗疲勞的效果 至於購買黑杞子的時候 有什麼地方要注意呢? 首先要留意一下有沒有難 其次,黑杞子的病呈青白色 證明沒有染色 如果果實呈深藍色,那就最好了 黑杞子的性質雖然比較平和 但每次泡茶的時候都不要落得太多 因為如果落得太多 都會有可能會上火 一個人喝的話大概20至30顆就可以了 那我通常每次泡茶的時候 我都會不一小學 每次我都落得很隨良 沒有特別去數 由於黑杞子的數量比較多 所以用大茶格功能的杯具去泡會比較方便 至於加水這個環節非常之重要 如果泡黑杞子茶的話 建議用50度以下的暖水去浸泡 因為過高的水溫會破壞黑杞子裡面的營養物質 所以煮滾了水之後 千萬不要太心急就馬上倒下去 而是攤一攤之後再倒下去 一倒下去的時候 已經看到水的顏色會開始有所變化 由起初的紫色開始慢慢變成藍色 煮完水之後可以浸泡5至6分鐘之後才再喝 那近浸泡這樣的這段時間 我就說一下花青素到底是什麼 黑杞子本身裡面的花青素是一種強大的抗氧化劑 抗氧化能力甚至比維他命C和維他命E高20至50倍 那花青素主要可以在一些天然的食物裡面摺取得到 例如藍莓、紫薯、紫椰菜、巴西莓等等 最重要是這些花青素的色素都是天然的 就算對人造色素敏感的人士都可以安心地飲用 如果再仔細一點看 你會見到黑杞子裡面的花青素在水裡面慢慢釋出 這個畫面真的很夢幻 不知道大家平時有沒有喝開茶的呢? 泡茶的時候入口的茶味固然很重要 但有時候泡茶慢慢觀察茶葉在水中的色彩變化 也固然是一種視覺享受 甚至有人指出 喝茶可以令人慢慢變得平穩 以及心境上都會出現一些正面的改變 在浸泡時間差不多之後 就可以準備一隻杯了 這隻杯我是在知識店買的 價錢不貴 只是需要12元 我購買的時候 最主要是這個杯 標明可以放到熱水 準備好之後 然後就可以把剛剛浸泡的黑杞子茶慢慢倒出來 因為我都浸泡得比較久的關係 所以倒出來的茶色已經變了深紫色 那這杯黑杞子茶喝下去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的 不甜 基本上跟水沒有什麼分別 但喝的時候就夾著一種淡淡的梅果味 感覺都算容易入口 覺得太單調的朋友 都可以配搭少量的玫瑰去到一起浸泡 如果是孕婦 兒童 皮胃虛弱 輻射 或者化燒 那就不適合喝了 今次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